去上課穿的比較隨便是這樣子 我真的不敢想像他平常正式的時候 能夠多麼的會打扮 我的襯衫子是在菜市場選購的 因為我不太會去看店家品牌 飾品的話都是沒有品牌的 就是在網路買的 一個都不超過150吧 這麼便宜 L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秋葉 我今天又來到了信義區 也就是我們街坊的 起點 我們當初那集可是有10萬的點閱呢 為什麼會再次回到這邊 是因為上次我們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其實在信義區如果你是晚上 或是週末來的話 可能會有更多會穿搭的朋友 那我們其實也收到大家的心聲 那我們今天來的話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沒有啦 好像不是這個頻道這個風格是不是 總之我們就想說 今天星期五快下班前 我們來信義區這邊看看 會不會有很會穿搭的朋友 OK 我們現在找到第一組 第一組我們想要採訪的朋友 來 我們來看 這位是我們高雄來的朋友 來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來自高雄的 可以叫我威廉 因為他剛剛其實手上提了一袋 很大的GU 那我們就說那你去GU買什麼 他馬上就說他買了一條褲子 已經穿在身上了 就是他現在現正有的搭配 我們其實剛剛就是被他這樣 這一個同色系的搭配 就是有點吸引到 我們現在請威廉來介紹一下 我基本上 我就是以Y2K的竹子去走 我的帽子的話就是很基本的老帽 眼鏡的話呢 基本的一個配色白色 因為白藍配的話是很夏天 然後也很普遍很好看的配色 襯衫的話他有點格子 比較不會那麼單調 我的襯衫就是在菜市場選購的 因為我不太會去看店家品牌 我就是覺得說他材質不錯 好看 白搭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買衣服是這樣啦 我的皮帶的話 卡哈的 褲子布的材質 然後有配一個金屬框 因為我的手錶剛好也是金屬 就是有點玩3K 未來感 然後褲子的話呢 就是牛仔 復古好像很多成分 都是來自於牛仔 而且又很白搭 襪子的話呢 跟眼睛有呼應 然後我的包包 再介紹我的包包 包包是GU的 就是一個單肩杯 然後也可以杯側杯 都很好看這樣 我的耳機 他就不要跳色了 就是因為我身上就想要有一個 跳的東西 拍的材質也蠻特別的 是皮革的 因為Y2K啊 復古的東西都會把一些 小東西啊 別在身上以前是什麼 摳機啊什麼的 我就想說做出這種 特別的感覺 整體看起來就會是 藍白金屬 就是蠻復古的一個感覺 感覺出來 其實威廉是對自己的穿搭 然後購物需求 其實方向非常非常明確的朋友 那真的非常謝謝威廉 謝謝 我們現在找到了 我們的第二組朋友 他們是剛剛在旁邊參加POLO活動 被我們硬拉過來的 兩個大學生 來跟大家來個招呼 哈囉 哈囉 請問怎麼稱呼 我叫Jason Jason OK 我叫Abner Abner OK 你們今天是來這邊逛街嗎 還是來這邊找朋友 算是我來找他這樣 因為我剛考完試下來 這個是你下課的裝扮嗎 這是我上課的 對就是去上課 就是穿的比較隨便一點 去上課穿的比較隨便是這樣子 我真的不敢想像他平常正式的時候 能夠多麼的會打扮 我今天因為上課在陽明山 所以我就戴一頂Vendi的毛帽 然後呢 因為可能 欸 這上面會有那個 冬暖夏涼 懂的 三三天花 就不太一定 所以我這邊裡面穿了一個 這個鏤空的 上身鏤空的 small town key的襯衫 然後簡單的一個 黑灰色牛仔褲 然後配上 Air Force & Bush的 飾品的話也是 就是隨便搭配 兩個飾品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褲鏈 這樣子 那所以像今天我剛好發現 你的鞋子跟你的帽子 是有在做搭配的 平常在穿衣服的時候 就是會這樣子 小細節上面顏色做搭配嗎 對 平常可能會就是想說 欸 這有一點 這個什麼顏色 然後可能就可以稍微 穿一下這樣子 OK 接下來我們再來歡迎 Avaner Avaner今天也是 考完試直接來台北這邊 跟朋友一起玩一下嗎 我剛下班 你剛下班 今天沒有考試 對 今天沒有考試 對 沒有考試 好 那我們今天好好的 就是來跟大家 就是介紹一下 今天穿搭的idea 然後出門的時候 為什麼會想要這樣穿 今天就來上班 很簡單 穿著一件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T-Shirt 努力 後面有一點 Minecraft取樣的感覺 然後日常的一個 Supreme小包包 簡單的水洗牛仔褲 Air Max 飾品的話就 自己打的戒指 結婚了 沒有啦 覺得好適合戴這隻手 OK 好 謝謝 謝謝Avaner 謝謝 我們還有一個我覺得 算挺有份量的來賓 來 歡迎我的朋友阿美 因為我們其實等一下 是要一起去參加活動的 我們今天是穿 就是有點算是同一個系列 同一個體系感的衣服 我們等一下來 好好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從頭到腳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你的衣服包包 還有你的飾品好不好 好 來 開始 衣服是去韓國上市買的 然後就很流行 這種有點層次 然後透明透明的感覺 然後裡面的那個 What's Up是哪裡買的啊 我忘記了 然後再來是褲子 褲子是那個Majella的 兩邊是刮破的 然後鞋子的話呢 是Guo Sander的 但是有一點髒 我有點害羞 飾品的話都是沒有品牌的 就是在網路買的 一個都不超過 150吧 這麼便宜 嚇到了吧 包包的話呢 因為膠成要BB嘛 所以這是BB的Jody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最近很紅的牛皮紙袋 跟朋友借的 這樣疊搭 今年這個紙袋 牛皮紙袋包 它其實是一個皮革的包包 它只是故意做成 牛皮紙袋的風格 它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在背包包的時候 我前面疊一個小包 來增加它的層次感 那今天其實像阿梅的話 它就是 很明確它就是只有 我覺得顏色不多 就是牛仔褲跟配白色 所以我覺得 就剛好跟我們今天 就是可以達到一個 很完美的一個呼應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會去 一起參加活動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 今天阿梅的穿搭怎麼樣呢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說 喜歡阿梅 但她也只會來這一次喔 謝謝阿梅 OK 我們今天的街坊 非常非常順利的結束了 其實我們剛剛在這邊 大概也蹲點了 應該有兩小時左右 我覺得不好找 原因是因為 真的太多會穿搭的朋友 然後也有很多很多 我覺得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你知道大家都準備 要來have fun一下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天真的 太多形形色色的朋友 我覺得在這邊的街坊 非常非常的開心 也碰到很多 很樂愛分享的朋友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集的節目 記得一定要追蹤 L YouTube頻道 還有L Taiwan的IG 還有再來就是我的 CHO 下底線YH 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囉 掰掰